旺角朗豪芳一間玩具店 KK Plus 有幼同撞跌1.8米高的天線得得B公仔 家長要賠償超過3萬元 事件引發網上熱議 KK Plus 的母企凱茲樂 回應傳媒查詢時說 就事件向事主一家帶來的不便 自萬二分的協議 已立即作出內部跟進 以及與有關的家庭聯絡 為問家人及小朋友的情況 並且已存額退款 凱茲樂重申 公司十分重視及感謝 各界提出的意見及建議 會即時作出改善 以及避免發生同類事件 男童爸爸早上在電台節目批評 店員說兒子曾踢過擺設是誤導 認為店方未有用圍欄圍著擺設 在事件中亦有責任 KK Plus 曾經在社交平台發問 說事發後在雙方同意下徹底解決 處理方法是由事主主動提出 強調沒有收取多於貨品的售價 其後公司在上午移走聲明 在旁邊的售價 請問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